咨询完我们再进行休息用餐 主席主委 各位大家好 麻烦主席请一下主委 请主委 主委 首先 台湾的农产 自己的部分 占32% 32% 31%左右 最低的 这个有改善的空间吧 未来全球暖化以后 气候变化很大 缺粮会是一个不定期的常态 所以说 我们自给自足的部分 一定要做好准备 因为我要肯定 其实我们农改所的成绩相当的好 台湾有很多农产品的改良 比如说桃园 我们本来种稻子都比不上中南部 可是自从品种改良以后 我们桃园的米都还可以得全国比赛金牌奖 所以这个部分 我倒是觉得 在农业的品种改良方面 我们是做得很好 是要加以肯定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要谈的 就是 这个农产品里面 会面临到的 对我们健康 非常严重的伤害 有三个 一个就是 吃重药 再过来就是 其实吃重药是两个类型 吃重药就是化肥 用的太过量 这个亚硝酸大概这个指数是超高的 对让这个产品能够获得大家的信任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这个吃重肥 我要讲的 我有几次跟一些中南部的朋友讨论 他说 你们台北人 北部人 好 我看 都投药试的 投药试的 我想 他说 我们卖到北部去的那些很多农产品 我们自己都不敢吃 尤其是 我这样讲 这个 当然 不是我也很耸听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 他在中部地区 有大片的林地 我说 你不是种了很多的栗芝吗 今年有没有收藏 他说 不可能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没有施肥就绝对没有 而且那个施肥是要怎么样 施种肥 他说一旦吃了种肥以后 隔年你如果没有再加种 就种 那个 开不出花 结不出果实 所以呢 这个会造成什么 土地贫瘠 非常的贫瘠 我曾经也试过 我超爱种 种东西 我出身农家 是你要 没有土地 但是我只用那个盆栽的方式 我喜欢种花 但是呢 很明显的 一旦我给它施肥 尤其是化肥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去买化肥 我都只能怎么样 用这个有机肥 你在下来 在看的时候 那个土地上面都结了 那个白色的结晶盐 然后在 你在种的时候怎么样 开不出花 而且还会枯死掉 这个请我们改良厂跟你这个研究一下 我要讲的 你不必教我啦 我现在讲的这个 因为我不是种来吃的 所以没有这个疑虑 我讲的就是说 一个专业的农服的话 不应该种出 有这么重的 这个硝酸盐 然后 经过主食以后 变成硝酸盐 对身体是很大的伤害 还有一个就是农药 农药也是我们用的很凶的 我这样子讲 绝对不会 绝对不是 这个 惊人之语 这个是长久以来 台湾 有限的农地 要养2300万 全世界 人口密度 第二高的一个国度 所以呢 如何 台湾现在很多的农业 是可以怎么样 一年好几季的 而且呢 你看我们吃的这个水果 这个生产当然改良是很重要的 品种基因的改良 还有就是 这个用 这个施肥跟用药 也是很重要 造成 有一些 这个 非季节性 而且呢 量大的一个生产 但是呢 它同时呢 也会伤害我们的健康 这我们不能不同时考量 我想给委员报告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保存啊 有很多是怎么样 用防腐的 所以呢 我要讲就是说 我曾经买了 那个柳丁啊 放了六个月以后啊 我再去看它还是一样 新鲜如 六个月前 我吓到不敢吃 是这样子 防腐做得真好 像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现在人啊 都怎么样 保养得很好 年纪很大 也看起来怎么样 很年轻 可是这个 吃的东西 如果把它保存的这么年轻的话 那是很可怕的啊 那表示里面的 那个防腐剂的量 是超高的 所以主委 水果不会用防腐剂 我想这个 绝对有 他们一拿回来以后 然后给它浸泡 绝对不是 不是 不是杀菌而已 怎么防腐了 不是 你 你 这个一定有 有偏方的啦 我 你如果说连农委会 主委都不知道的话 那我们真的很悲哀 我们也很危险 所以 我们要把那个事实讲出来 不要用媒体这样子 讲来讲去 肥料用很多 你刚刚讲的这个亚硝酸 我们现在弄出来的标准 跟欧盟的标准差不多 你是在 对欧盟非常了解的 然后在我们这里就讲说 哇 这个很毒 这个怎么样 我跟你讲 我们在推合理化 不要说欧盟啦 在法国也有同样的情形啦 这个只要呢 能够赚到钱 而且呢 东西可以保留很久 卖相又很好的 没有一个人不想这样做 这是一个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你给他这个标准 我知道你们都有给标准 但是呢 你如何引导他们 能够呢 自己自我节制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好啊 好卖啊 而且生产量又大 我们在推合理化吃回 然后就被这个委员骂说 我这个不补助农民 被这个柯薄农民 说叫农民省点用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很努力的 把农作 那你要去 你要去教育那个错误的那些 咨询的人 你要告诉他 不对的 我不敢 我不敢 不是 这个吃的东西呢 跟你外面用的不一样 你吃进去是跟你的身体是怎么样 结合在 你外面用的东西 你不去碰它就没事了 可你吃的东西你完全看不到 所以农委会主委 我倒是要告诉你 如果有人用一种 这个 这个不专业的要求你 做一些过度的 会伤害我们人体的 这个农业的用量的 这些添加物的话 你就要告诉他 要怎么样 适可而止 好不好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跟你讲的 都绝对不是为言耸听 我出自农家 我从小也是怎么样 我们是在没有肥料 没有这个农药的时代里面 这样讲起来好像我年纪很大 我还算年轻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一个时期里面 我们 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可 农药跟 这个化肥一使用以后 所有的河川 所有的鱼虾全死光光 这是我 一生里面我见过 我觉得我到现在 觉得这个 生命最悲惨的时代 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整条河流是怎么样 全部翻白的鱼 好 我现在要跟你讲就是说 我们多么希望 我们在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 也能让其他的生命也可以怎么样 同时存在 那就是我们不要掠夺 那我刚刚讲的这三个 吃冬肥 吃冬毒 这两项 中毒里 吃冬肥 吃冬肥 这个毒 包括农药 包括使用防腐剂 你 你讲的是这个 这个杀菌的 一样的道理 好不好 防腐就是杀菌 把这个腐死的气菌杀死 我不再重复 希望你能够以你一个国家的农业的最高指导单位呢 告诉我们的农民 这个短力呢 会丧失这个土地的更新 这个活力 另外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 很多地方政府不断开发这个工业区啊 倒是让很多旧的工业区呢 那这样子的开发会不断的掠夺这个农业的土地啊 像这种呢 很多人呢 因此呢 被迫呢 变成不再是农民身份 可他们多么想种种这个 想希望能够继续当农民 那这会引申另外一个问题 第一个 农地的这个流失啊 第二个就是 这个农民身份的丧失 让他们领不到这个农民的补助 还有这个农保的这个保障 所以这个两项呢 也请主委呢 注意一下 好不好 好我简单的回应一下 就是说 对于环境 在这几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田园里面 也多了许多 这个白鹿丝 多了许多这个鱼 那这个部分 我们也在改善当中 我希望 我希望 这表示了 有做 但是真的还很少 还很少 但是 这个 要你用思考的话 用这么少的土地 要去种出 养这么多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 实际上自主不多 另外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饮食习惯改变 米食 面食 还有其他乳酪业的 所以 你要考量到这个部分 如果我们没办法 自己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去取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 你不用辩解 如果 都是好事的话 我们用不着在这里咨询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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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